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最近,一句你是万物,而万物都不是你,的形容词风靡网络 这句妙言出自周深的粉丝,收米们的一封信 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的热烈讨论 许多人被这句话勾起了兴趣,这事上除了周深 谁能配得上万物这个词呢? 收米们的反应可谓火爆 他们纷纷表示,这句话是对周深最为贴切的形容 更有网友调侃,恐怕除了周深 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如此完美的诠释万物了 万物的背后,周深的百变身份大揭秘 那么,这句被称为对周深最佳形容的话,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对于收米们来说,万物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 更是对周深多才多艺,多面形象的最好诠释 在粉丝们的脑洞大开中,周深可不仅仅是歌手艺人 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与万物相匹配的称号 让人忍俊不禁,人声乐器,周深的嗓音变化多端 如同人声乐器,能模仿无数种乐器的音色 晚会的修音机,无论是何种晚会 只要有周深的存在,音阵和演出质量绝对无懈可击 天使头子,作为被无数人喜爱的天使 周深的歌声和笑容总能治愈人心 无脸男,因为他在舞台上经常以多种造型和风格示人 无脸男这个绰号凸显了他的百变 祖宗,粉丝们开玩笑地称他为祖宗 因为他的音乐才华和个性魅力令人又敬又爱 开心果,不论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周深总是带来无尽的欢乐和笑声 这些有趣的绰号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生米们还在不断发觉新的形容词和称谓 以表达他们对周深的无尽喜爱和赞美 周深的回应,在你们眼里 我不是人 面对这些话是称谓和令人啼笑皆非的万物比喻 周深也不甘示弱 在一次直播中,他用自己的表情包机智地回应道 反正,在你们眼里 我不是人就对了 这一句玩笑话瞬间引发了全网大笑 也让粉丝们更加爱他这份可爱和幽默感 直播群众看到这番情景 也忍不住发问 万物这个形容词也太广了吧 周深他究竟是什么啊 生米们的回答 周深是带来欢乐的天使 对此,生米们的回答也显得特别有爱 在我们看来 他就是能给时间带来欢乐的天使 事实上,这种神形容并非无中生有 周深在音乐方面展现出的多样性 他的人格魅力 以及他所传达出的正能量 都让他的粉丝们深感自豪 而万物这个词 既能形容他的多才多艺 又能体现出他那包罗万象的独特魅力 周深,万物之中自有我 在音乐的世界里 周深无疑是个多变手 他的演唱风格多变 从流行到古风 从戏曲到民谣 无疑不惊 他甚至能在一场晚会上挑战多个角色 将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 仿佛化身为音乐中的每一种元素 展现出独一无二的万物风采 所以 当粉丝们用你是万物来形容周深时 这不仅仅是对他音乐才华的认可 更是对他多面人生的赞美 在生米们心中 周深就是那位能把世间所有美好 融于一身的万物之王 结语 你也会加入周深万物大赏吗 不管你是生米还是吃瓜群众 看完这些有趣的表情包和绰号后 或许你也会忍不住加入周深万物大赏的队伍 因为在这个网络时代 最迷人的万物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周深 想到了什么新称号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一起参与这个欢乐的脑洞大开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